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同学 咱们今天开始给大家讲授一下 信息技术这个科目3正式的正课内容 那么我看今天来的人数 比昨天开班会的时候来了要多一些人 那么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们 你们昨天的那个班会课都有没有听 然后有听的给老师回复个1 没有听的回复个0 回放也可以 回放也行 好大部分同学都听了 只有一小部分同学 我看到的确有回复0的 那没有听昨天班会的各位同学 老师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你回去抽一点点时间 你听一下回放 哪怕是倍速 把我们昨天的班会课再好好听一下 因为在昨天的班会课当中 我给大家介绍过咱们整个前面的这一部分 它的考情 以及某一个章节哪些知识是重点 你们只有看过之后 这样在后面学习的时候 才能够做到张弛有度 有人有余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点给他注意到就行了 那另外大部分同学都是听过班会课的 我们今天开始就要给大家正式讲授咱们全新的课程 我们在讲课之前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后面上课的一个注意事项 以及它的基本原则啊 首先我们以后每一节课它的理论课除了网络那一部分 几乎所有的理论课都是我给大家去讲的 那么理论课它的时间啊 大概就是两个小时左右 那么我们这两个小时 它不是一个精确数字啊 我们得根据当天课程的情况 以及你们掌握的情况来说啊 那么可能不到两个小时 也有可能会稍稍拖一点糖 这个希望各位同学后面能够理解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两个小时的课程中间 我们是可以休息的啊 我们大概在一个小时的时候休息五到十分钟 同样来看各位同学当天知识的掌握情况啊 如果掌握的还不错 咱们的进度比较快 我们就多休息一会儿 如果呢咱们掌握的比较慢 那我们就少休息一会儿 这样不占用你们过多课后的时间啊 这是我们课程时长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老师经过多年的总结 给大家总结了一个 粉笔课程高校学习的一个基本准则吧 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参考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课前的时候 各位同学一定要注重预习 那么这种预习有两种方式 一个你可以看咱们纸质版的教材 你也可以直接去看我电子版的课件 那么这个电子版的课件 其实QQ群有些时候会给大家发 那另外啊你们自己在APP 或者是在我们那个网页客户端上 我如果上传了课件之后 你们都会看到下载课件那样的几个字样 你直接去点 你就能够把它下载下去 那你们一定要能够抽一点时间 最好提前预习一下啊 这样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课中 课中大家还是建议各位同学 尽可能的能够跟直播是最好的 因为你来直播的时候 能够跟我面对面的沟通 你有什么问题 我就能够及时的给你解答了 那么我们在课上上课的过程当中啊 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你们在课上的时候主要去听一听啊 我说某个地方它的考情 比如说我会说它是一个重点 或者它以往是怎么考的 你主要听这个 那另外呢就是关于知识点 你要能够尽可能的理解 你千万不要在课上的时候着急去记笔记啊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同学可能时间比较紧迫 然后他就想课上的时候 我把所有的笔记都记完了 这样课下我就不用再看了 那实际上有一些同学如果写字比较慢 或者你的基础知识不是特别好 这样可能会跟不上 所以啊 这一部分同学建议大家 你在课上的时候主要听考情 你能知道这个知识是什么意思 把它都理解透了是最好的 那么课后啊 其实你们是有时间去整理这个笔记的啊 课后我们所有粉笔的课程 只要我点下课了大概5到10分钟 你们就能够听回放了 而且这个回放它是不限次数的 还能够倍速 这个时候各位同学 你就可以直接倍速去听 梳理一下课上没有记下来的笔记啊 然后再去记一下知识 这样啊 整体在进行学习的过程当中 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那么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说 我是一个上班族 我没有时间课前预习 那么如果没有课前预习 老师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你每节课在上课之前 咱们不大概还会有几十分钟的时间吗 你最好能够把当天的这个课件下载下去 迅速的进行下浏览 就是你能知道每一页课件 它大概要讲什么样的知识 然后呢 大概会讲到多少页 你做到心里有数 这样基本上课上学习的时候 效率呢 也会相对来说高一点啊 这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小小的学习建议 大家能够把它记准就行了 那另外就是我们说 在课上的时候 它本身会有一个听课的节奏啊 那么如果我课上讲完某一些知识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问一下 各位同学有没有听懂 那么如果你要能够听懂呢 就给老师回复一个6 如果你要是没有听懂 就不要小心啊 你看别人都回复6了 自己不好意思没有那样 你就直接回复一个0 但是啊 各位同学要注意 老师也是看一下咱们全班大多数学生的整体的节奏 如果大部分学生回复的都是6呢 那这个知识点就证明我讲懂了 讲透了 那我就继续往下去讲 那少数回复0的 这位同学你也不用着急 你可以直接把我们课件的这个页码给记下来 我在课后的时候会有集中答疑的时间 你到那个时候再来问我 那如果大部分同学回复的都是0 那肯定是证明这个知识点比较难 或者是老师没有讲透 那我就会在课上再重新给大家讲一遍啊 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的这个节奏就行了 好了那看看前面的这些内容啊 各位同学有没有都仔仔细细的去听 有没有都理解 如果没问题给老师回复个6 有问题的回复个0 我们来试验一下 嗯好 非常不错啊 那看来大家都跟上了 那另外啊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同学可能第一次用我们粉笔的这个APP啊 就是你在课上的时候 可能你会出现音量小啊 卡顿啊 无画面等等的这些内容 但是你发现屏幕上评论区又没有别的同学来说这件事 那大概率就是你的网络问题啊 那这种情况下你退出重进 基本上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就不用课上耽误时间 老去问一下别人了 你自己先做这个操作 如果再有问题再去询问一下就好了啊 好了 那我们针对于课前的一个注意事项 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以后我就不重复这个内容了啊 大家把这个点能够注意到就行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我们首先给大家结了一下咱们教材上的这个目录 我们第一章叫做信息技术基础 我们今天预计会给大家讲到哪儿呢 我们预计会把前三节的内容全部都给大家讲完 那么我来说一说 为什么要这样去安排咱们的整体课程啊 我先说一下关于第一章这一部分 它的一个整体考情 实际上关于前三节 我们在进行考试的过程当中 大概在2018年以前的时候 前三节它是出现过考题的 它可能在单选题当中出一道 然后在简达题当中出一道 每年的这个考情不是特别的固定 但基本上都会考察一道 但是到了2018年及其以后 它就不考了 这一部分的题目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么这一部分 其实你们看一下 它主要讲的是信息的特征啊 概述呀 获取呀等等这些知识 这些知识实际上整体的难度并不是很大 只有第一节可能会稍稍需要大家进行一下理解 因为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咬文嚼字的内容 所以这一部分咱们就快速的把它给讲过去啊 大家也怀了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去定课就行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里还有个第四节 叫做信息表示和编码 那么第四节其实是我们整个第一章当中 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 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啊 几乎每年都会考察一到两道题左右 所以它的考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这一块才是你们重点要听的 而我们明天后天就会主要着重给大家讲这个内容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五节 那么第五节其实也很重要啊 基本上关于新技术这一部分呢 我们教师资格考试初中高中大概都会考察一到两道题 甚至近些年来说高中考察它有一个增高的趋势 它基本上能够考察到二到三道题左右 所以如果你是高中的同学 那这一部分一定就要认真的去听了啊 好了那我们整体关于这个考情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所以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前三节啊 快速的给大家讲过去就行了 这个大家看看有没有都听清楚这个考情 如果都听清楚了回复一下 咱们就继续往后讲了 这个了解了哈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课程啊 第一节信息及其基础 昨天有同学问我要不要预习的时候 我说你至少也要把第一节预习 因为第一节我们主要给大家讲的是信息和它的特征这一部分内容 它基本上在考试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概念的辨析和理解 给你出现一个实例让你去做判断 所以这一部分呢有一点点烧脑啊 那你一定要跟着老师好好去学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就是关于信息它的一个定义 那么这一部分如果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你们要知道实际上它的考评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低的 因为我们教师资格考试 几乎很少会单独拿出来一个概念让你去辨析 这样的题目很少 所以你知道它的考评很低就行了 那如果它要考的话 大概率它会考察单项选择题 而这种单项选择题呢 它基本上会给你一个例子 然后问你这个例子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信息啊 你只要能够会判断就行了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那信息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我们看教材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很重要 他说信息是指数据信号消息当中所包含的意义 那么我们直接找重点 你就能够知道信息到底是什么呢 实际上信息它应该是意义 或者我们说信息它应该是一个含义 那么这样一说好像比较虚比较抽象 那实际上信息往往在考察的时候 比较容易跟谁混着来考你呢 其实它比较容易跟在体来考察大家 那我们就得先知道什么样的叫做在体呢 实际上在体有两方面的含义啊 一方面如果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食物 那么这种食物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叫做一个在体 那另外就是食物上面 它往往会有一些 比如说类似于像图片呀 文字呀 声音呀 视频呀等等 那这一系列的图文 声像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做在体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比如我们下面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你们目前正在使用的咱们的这一本教材 这一本教材 这一本书 是不是就是一个食物呀 那么这个食物它是信息吗 你们要注意 这个食物它不是信息啊 它应该是在体 那另外就是当我们把这本书给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上面有目录 有第一部分等等这些文字 那么这些文字是信息吗 你们要注意文字也不是信息 那什么才是信息呢 就是这些文字里所包含的含义或者是意义 比如当你看完了这几个字之后 你的大脑立马处理了一下 你知道 第一章所有的内容是从第三页开始的 你能懂了里面的这含义 我们说这样的含义和意义 它才是信息 所以关于信息啊 第一个定义需要大家重点去记 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信息呢 它应该是意义和含义才是可以的 它不是食物 也不是图文生项 这个到这儿 大家看看能不能都理解 如果理解了回复老师一下就行了 这能理解哈 好 那如果你们要能理解 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小验证啊 比如我们来看右侧的这一张图 右侧的这一张图呢 左边这一部分就是数据 数据在我们计算机这个领域 基本上就是转成二进制的一些 相对应的数字 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同学啊 这样的数据叫不叫信息 左侧的这些数据是信息吗 其实左侧的这些数据 它不是信息 那什么才是信息呢 实际上应该是数据里面所包含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这里给大家提供了一长串的1100等等的这些内容 那实际上它在计算机当中是有意义的 比如它代表把加数9送到累加器AL当中 那么这个含义其实才代表的是信息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数据 它也不是信息 那数据里的含义才是信息 把这件事能够分清楚才是可以的 那我再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VCD光盘 而这个VCD光盘里 它保存的是一些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里 它包含的是目前已经发生过的一些新闻 好了那我问一下大家 在整个这个例子当中 VCD光盘它算不算是信息 VCD光盘不是信息 那么VCD光盘里保存的这个视频 它是不是信息呢 它也不是 但是这个视频里的意义和含义 就是它代表了某个地区发生的新闻 那么这个新闻它其实才是信息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针对于信息的这个判断 你们要按照老师的这个脉络来 而你最终要区分清楚的 就是一定能把我们所有的这个信息 跟载体区分清楚就行了 这块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如果没问题都听懂了 回复一下就行了 这个应该都理解了哈 好非常不错啊 那我们第一个关于信息的概念的 第一种说法 我们就给大家说完 但是你们要注意 实际上针对于信息的概念 或者说信息的定义 还有很多名人也试着给他下过一个定义 我们再来看信息的第二种说法 这个呢 主要是香农这个人 他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 他说信息啊 其实就是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 那实际上什么叫做不确定 所谓不确定就是你不懂 你不知道 那么如果我们获取了某个信息之后呢 你能把这个不懂和不知道给它消除掉 那我们把这样的东西也叫做信息 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不知道明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 进而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但是如果我一旦获得了天气预报之后 我是不是就能知道明天是个晴天 我能决定自己穿衣服 穿短袖等等的 那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大家知道 我们这里的这个天气预报 是不是就能够把天气的这个不确定性 给它取消掉 那么我们就说天气预报 它也是一个信息 这个到这儿 大家看看能不能理解这句话 应该能理解 好那我们说一说 关于这句话在考试的时候 大概率考察到什么样子呢 就是你知道这句话 它是对的就行了 假如在某个选项当中 人家说信息是消除不确定的 你就知道 它的确是对的就行了 它是个名言即可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第三种关于信息的说法 又是一个名人叫做维纳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信息就是信息 它不是物质 也不是能量 它相当于说的这句话 就把我们的信息跟物质和能量 进行了一个区分 那么假如说我们把信息 物质还有能量 划分成一个ABC 我们通过一个列子 来把他们所有的事给它 编析清楚 比如说就是我们右侧的 这个红绿灯 那么右侧的这个红绿灯当中 实际上你们要注意 谁它才应该算是 这个物质本身呢 其实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红绿灯 这个实体 这个实物 当我们有这个红绿灯 实体和实物的时候 那我们一般认为啊 它应该代表的就是这个物质 好那谁才代表的是能量呢 其实这个能量 它代表的就是这个灯光 比如当我们给它进行通电之后 它可以发出红光 黄光 绿光 那这种光 咱们是不是一般把它称之为叫做能量呀 好那什么又是信息呢 其实我们所有这些光 它背后是不是都会包含一定的含义啊 比如说当我们遇到红光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知道你要停下来 而当你绿到绿光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你应该行走 那这个含义其实才应该代表的是信息 那你们一定要注意 实际上信息物质和能量 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关于维纳的这句话 它也有一个隐身 它的隐身是这么说的 它说信息是用来区别物质和能量的第三类资源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最后维纳的这一句话 你要知道 实际上我们以后如果问你信息是什么 你还可以给信息下一个主语 你就知道信息它也属于资源 它跟物质和能量是不一样的就行了 这个到这看都听清楚了吗 这个也了解了哈 好那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啊 关于这个信息物质还有能量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 它们也被称之为叫做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 如果以后大家见到 问你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是什么 你就知道信息物质能量都包含就行了 所以这一块也需要你能够整理一下笔记 把它给记上就行了 好了那我们整体把关于信息的定义 到这就全部几种说法都给大家说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要考试题目 它大概应该怎么去考啊 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题目 好大家看一下这道题应该选什么 直接把答案写在咱们的这个评论区就行了啊 嗯大家做的很快啊 我看大部分同学都回复了 而且答案非常的统一 选择的是啊 B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关于本道题当中各个选项 它的一个说法 首先我们看A 它说只有以文字的形式才能够长期保存信息 这样的说法对吗 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文字 它指的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我前面给大家提到的载体 那么一个信息 如果我们想要给它进行个保存 那它的载体可以是谁呀 其实它可以是图文声像 是不是任意一个 它都可以长期保存 甚至也可以说刚才咱们所谓的二金制的数据 对吧 所以啊这个说法它太狭隘了 那它肯定就是错误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B 它说信息可以消除不确定 这个是谁说的 实际上这不就是维纳 这个应该是香农 他所说的一句名言吗 所以这个说法是对的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C 他说一本书就是信息 那么一本书应该是什么呀 一本书是不是就是一个食物呀 它应该是一个物质 那么正常来说 它应该是属于灾体这个范畴啊 它不是信息 那什么是信息呢 应该是这本书里所包含的内容呀 意义呀 含义呀 好这个才相当于是信息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4D 他说物质能量是资源 信息不是资源 这个说法对吗 这个是不是也不对啊 因为我们刚刚说维纳说过一句话啊 信息物质和能量 它们是不一样的 它们是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 它是不是也代表的是第三类资源 所以这道题啊 最终我们应该选择的是B 看看这道题 大家还有疑问吗 如果没问题回复一下 咱们就往后讲了 嗯好不错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要给大家讲的重点知识 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叫做信息的特征 那么信息的特征 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有两种考法 一种他可能在单选题当中考察大家 也有可能会在简答题当中考察大家 那么目前他考过的题目啊 都是给你一个实例 或者给你一句话 问你这里面这句话 他所包含的到底是哪一个特征 你能够会去判断就行 基本上单选题 他只会出现一种特征 让你去做一个判断 但是简答题 往往会给你一段比较长的材料 让你在这个材料当中 自己找重点语句 能够分析出来他的一个特征 所以啊 基本上考察的角度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有难度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 关于信息的特征 最为最为常见的特征 到底都有哪些 那么以下我给大家讲的 这几页所有的特征 你们也不用记笔记 也不用非得着急 把它全部都弄懂 你们就直接去听 然后把它当一个小故事一样 你能够在心里有个印象 等到后面 我会专门有一页课件 给大家总结了 所有关于某一个特征 它的一些重点 以及我们该如何去判断 所以大家在这大概了解一下就行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特征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普遍性 那么这个普遍性 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说的就是我们生活 你的时时刻刻 或者生活在你的周围 每时每刻 它都会有信息存在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特征 称之为叫做普遍性 你可以深想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从你睡醒了开始 你的周围世界当中 有没有哪个时刻 是完全没有信息的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你耳朵能听见一些声音 这些声音里有含义 你眼睛能看到一些图像 这些图像里有含义 那么所有的这些内容 是不是都是信息 所以这样的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普遍性 那么这种普遍性 大家以后在做题的时候 你们大概会看到这样的几个词 如果当你们看到说 信息它是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的 如果当你见到这样的相关字样 那基本上它考察的就是普遍性 你直接去进行个选择就行了 所以这是普遍性的一个基本含义 那这个比较好理解 大家能够知道它的侧重点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再来 还有第二个和第三个信息的特征 第二个叫做传递性 那么这个传递性 它指的就是我们的信息 它可以通过某一个载体 然后进行一种传播 那么这种传播通常它能传播成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呢 就是它能够在时间维度上可以传播 那第二个维度 它可以在空间这个维度上可以传播 那么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我们来看左侧 左侧不就是打电话这样的例子吗 那么打电话肯定要传播一些相关的信息 那么这种信息 它应该是哪个维度上的一个传播呀 那通常打电话肯定不是面对面的时候 才需要打电话 那它能够实现的就是空间维度上的传播 那么另外右侧 右侧大家看到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甲骨文 那么甲骨文 我们把一些文字给它刻在这个硅壳上 那么实际上它已经刻了很久了 可能是几千年以前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还能看到里面的一些相关信息啊 那这属于哪个维度上的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时间这个维度上的 所以大家以后在做题的时候 基本上如果你们做题发现题目当中的描述 能够明显发现信息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 或者它从某一个时间点到了另一个时间点 那你就毫不犹豫选择传递性就可以了 这个到这儿大家看看有没有都听清楚 如果没问题回复一下 这个没问题哈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 还有一个就是共享性 你们看我把这个共享性和传递性放在一起了 那就证明它们之间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我们说一说什么叫做共享 所谓的这个共享指的就是 我们把一个内容能分出去 然后你能获得一份我也能获得一份 这是不是就叫做共享 那么共享这种例子最为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都有微信 微信是不是有一个功能就叫做群发呀 我可以编辑一个群发 然后呢我直接发出去之后 好多人能够接收到这样的一条信息 那么我们在好多人接收到这条信息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说信息它发生了共享 那么所谓的这个共享性 大家就要知道了 实际上它的侧重点在哪呢 它的侧重点应该是多个个体 它都能够接收到相同的一份信息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种情形称之为叫做共享 那么你想想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信息的共享都发生在哪些场景呢 比如说我们的朋友圈 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所有的朋友是不是都能够看见 这样的一条信息好了 那它也是有多个个体能够进行一个接收的 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共享 那另外还有比如说像微博呀 QQ群呀等等 这都是同样的例子啊 那么很多同学可能到现在就有一个疑问了 你说那我们通过群发的形式来发送信息 或者通过朋友圈来给所有的同学 或者说所有的朋友 看我的朋友圈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传递性在里面 其实它也是有传递性在里面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获得某一个信息的时候 这个信息它一定是要通过传递的形式传过去 但是传完了之后能够被多个个体接收到 我们才把它称之为叫做共享 所以共享和传递这两个概念 哪一个概念它的范围会更大一些呀 各位同学 哪一个范围它是更大一些的 实际上应该是共享的范围要更大 因为在共享的过程当中 它一定是要包含传递的 这个传递其实它应该是共享的一个前提 如果没有这个传递 这个共享根本就共享不过去 对吧 所以你们要知道实际上我一说共享 它本身就包含着传递 但是那我们以后在做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它们之间到底应该选谁呢 你们就记着 一般情况下就是你读这一句话 它的侧重是有所不同的 还是那个意思 如果你读这句话 它的侧重更强调时间或者空间 这个维度上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就去选传递性 或者在题杆当中 你明显都看到传这个字了 那你就直接去选择传递性 那么另一个就是什么时候选共享呢 就是你分析一下题目当中 有没有最终这条信息被多个人接收到了 如果被多个人接收到的时候 我们再去选共享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本身共享是包含传递的 如果想要把这种题做对 我们只能看它们的侧重才是可以的 这个到这都听清楚了吗 这个了解了 好那我现在给各位同学举一个例子 比如有这样的一句话 说足不出户 我就能够获得全球的信息 好请问在这句话当中 它代表的是传递性还是共享性 足不出户能够获得全球的信息 我让你们只分析一个 要分析它的侧重 那它的这个侧重其实应该是传递性 因为在这条消息当 这一条我刚刚说的题杆当中 我有没有明确的说 有多个人接收到某一条信息 实际上我是不是没有强调多这个事 我只是强调了这条信息 它是全球各地传过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 一般我们选择的都是传递性 那你再来想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现在发了一个邮件 而这个邮件是通过共享的 我发了一个邮件 这个邮件是通过群发的形式发出去的 那这里应该侧重说的是什么 这里才是共享 因为我说的是群发 那是不是就有一群人 那有多个人才是共享 这个到这看看都听清楚 他们之间的区别了吗 这个应该能了解了 行 那我们就把这个传递性和共享性 给大家编析了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下面的这一条信息的特征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载体依附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载体依附性 首先第一个 我前面已经给大家说过 什么叫做载体呢 一般载体它是包含有图文生像 我们是不是说它们全部都是载体 那你比如说我现在想看一下 明天的天气预报 那么这个天气预报 我都能通过哪些形式 看到明天的天气预报呢 基本上第一种 我是不可以看一下图片 我看一下图片 我就知道明天是下雨的 我也可以看一些文字 比如说我看到文字 这里说明天是晴天 好 那我同样 我是不也可以看视频 比如说我看一些直播 或者已经录好的视频 好 那么所有 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类似于这样的图片呀 文字呀 然后还有视频呀 等等这些内容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叫做载体 那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有没有哪一条信息 它是可以 没有载体 就直接能够进行传播的 其实啊 如果你给你时间 让你去进行一个罗列 你会发现任何的一条信息 如果它最终想传播出去 它一定是要有载体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第一个关于载体 需要你们载体移伏性 记住的点就是任何的一条信息 它是必有载体的 那么另外 大家看一下 同样是一个天气预报 这样的天气预报 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形式 把它进行和传播 你会发现图片也行 文字也行 视频也行 但是他们最终传递的结果 是不是一致的呢 其实传递的结果 是不是也是一致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关于载体的移伏性 它就还有第二个说法 就是载体是不为一的 那么这种载体不为一 它指的就是同一个信息 最终我们可以通过 不同的载体进行传播 但是传播的结果是一致的 那么这种情形 就叫载体不为一性 那么以后见到两种 这样的例子 或者说法的时候 它都代表是载体移伏性 这个到这儿 看看大家有没有都听清楚 如果没问题回复一下 了解了哈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当我们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 我可以看信号灯 来决定自己要不要过马路 我也可以看一下交警的手势 来决定过不过马路 那么这一段话的描述当中 它体现的是哪一个信息的特征 载体移伏性 并且它实际上说的是载体移伏性当中的 哪一个要求啊 实际上它应该指的是载体移伏性当中的 不为一 也就是同样 我决定要不要走的这条信息 我可以看灯光里面的含义 我也可以看一下最终人家交警的那个手势 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啊 当我们见到类似于这样的描述 你就知道它是载体移伏性就行了 这个到这儿看都理解了吗 理解了哈 好 那么继续啊 继续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叫做信息的价值性 那我们说信息它本身是包含有价值的 那么这种价值是通过什么来体现的呢 就是任何的一条信息啊 如果它出现 一般它能够用于满足人们的需求 我们就说这样的信息它是有价值的 而这样的信息需求通常我们认为是包含两个层面上的 一个层面上它应该代表的是人的精神上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或者啊 它应该是物质生产生活能够得到了满足 举个例子 比如我问一下大家 娱乐新闻它有没有价值 娱乐新闻有没有价值性的体现 其实啊 娱乐新闻它是有价值性的体现的 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娱乐新闻之后 基本上有一些同学可能看到了自己追求的那个 他的那个爱豆或者是他的那个偶像 有了一些最新的进展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那么实际上从这样的角度上来说 这样的信息它本身是有价值的 因为它能满足你的精神方面的需求 那另外物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也是有的 比如像我一直给大家举的例子 天气预报 农民它可以通过看天气预报 决定自己对于作物进行什么样的处理 进而能够达到增产的一个目的 那这是不就相当于对于物质生产生活的促进啊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说啊 信息它是具有价值的 那么另外啊 我们说信息的价值性 除了能够体现在满足人的需求这个层面上 它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价值的相对性 那么这个价值的相对性 它指的就是同一个信息不同的人接收到之后 产生的触动不一样 或者你们做出的反应不一样 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下面的这一个图 我问一下各位同学啊 你们有没有对于炒股比较感兴趣的各位同学 如果有的回复个6 没有的回复一个0 我看看各位同学业余生活是怎么样的 大部分回复的都是0 然后小部分同学回复的6 好 那你看大部分同学回复的都是0 如果我给你一个股市图 这样的一个走势图 你觉得这个股市图对于你来说有没有用 实际上基本上就是没用的 你看一看也就算了 你根本就不能够获取什么有用的信息 但如果有一些同学 他对于股市是感兴趣的 他想知道自己能不能赚钱 他才需要去看红绿的这个线的波动 所以你看同样的信息 不同的人接收到之后 最终产生的效用或者是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说它的价值是具有相对性的 所以大家以后我们在分析这个价值性的时候 从两个层面上来看啊 第一个层面就是它能够满足你的一些需求 你就说它是有价值的 第二个呢 就是你会发现不同个体接收同一个消息 结果不一样 好 那我们也说它是具有价值 相对性的就行了 这个到这看都理解了吗 这个应该也能理解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 那么所有信息的价值 它最终最终都是永恒不变的吗 这些价值就是自它诞生以来 一直都是一样的吗 其实也不是啊 你要注意 我们信息它同样还有个特征 叫做时效性 所谓的这个时效性 它指的就是信息的价值 如果在时间维度上 它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通常啊 它的这个价值会减小 我们就说它代表的是有时效性 举个例子 比如当我们看到某一条信息的时候 你看这里有一个2021年3月24日 我们要进行网络报名 当你看到这一条消息的时候 你实际上会觉得这一条消息特别的有用吗 想你基本上就会觉得这条消息用处不是特别的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都已经是2021年的事了 它是不是就已经过时了呀 那么如果这个消息已经过时 那基本上对于我报名来说 没有什么更大的用处 好 那基本上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特征就叫做时效性 那么这种时效性 大家以后在做题的时候 你们基本上在进行分析的过程当中 它往往会有明确的一个时间节点 而这个时间节点 当你在进行分析的时候 有可能说在时间节点以内 它就是有效的 但过了这个时间节点 它就无效 那基本上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它说的是时效性就可以了 这个到这看看都听清楚了吗 这个也了解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关于信息特征最重要的 还有最后一个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真伪性 所谓的真伪性 它指的就是信息本身是有真有假的 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真的 有真有假 这个就叫做真伪性 而我们在进行考试的时候 考察大家的时候 通常会怎么考呢 一般都是考察假的这个层面 比如它有可能会给你举个例子 像下面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有没有同学一看就能知道这是什么典故 然后这个例子它应该是空城记 这个空城记就是说司马仪来到城门口 发现诸葛亮把城门都打开了 在上面悠闲的弹琴 他就不敢进去 最后把它吓跑了 那这是不就是空城记 那么这个空城记 如果让大家分析一下 它里面的信息特征 那这个特征应该是什么呀 实际上这个特征 它就应该是真伪性 因为这里明显是不发现了一种骗人的层面在里面 或者这件事它本身就是假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说它是真伪性 这个到这看都听清楚了吗 好 那么除此以外 我们在信息技术考试的过程当中 关于这样的真伪性 在考察的时候 它往往举的例子跟什么都相关呢 都是跟兵法比较相关的 举个例子啊 比如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这句话大家有没有都听说过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这个应该是能听过的 对吧 那明修战道暗渡陈仓的意思就是指 明面上它在修战道 但实际上它已经在水路 已经渡过去了 那本质上来说 这是不是也是兵法里的一个典故 它是不是也在骗人呀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也说它是真伪性 那当然还有一种更通俗的例子啊 这种通俗例子 比如说诈骗短信 它说我是货金 我没有死 我有个项目 你给我点钱 那这种一看就是假的 好 那它体现的也是真伪性 这个层面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真伪性在进行判断的时候 容易跟古代的典故 放在一起 你能够分析它里面的含义就行了 这个到这看看都听清楚了吗 这个都了解了啊 好 那我们到这啊 把重要的这些信息的特征就全部都给大家讲完了 那我刚刚说过 不用你们记 因为我在这一页当中啊 有一个总结 我们通过这一页的过程当中 大家再来一起去记忆 然后我们最后进行一下辨析啊 好 那如果当我们在进行读题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T竿当中说到了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那它指的应该是信息的哪一个特征 哎 这个它指的应该是啊 普遍性 好 那如果我们说某一个信息 它能打破空间 时间这个维度上的限制 哎 这个它应该是传递性 好 被多个个体或者是多个人接受利用了 这个就是啊 共享 好 不独立存在 必有载体 载体还不为一的 这个就是载体的依附性 好 能够满足需求 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 并且呢 价值还有相对性的 哎 这个就是啊 价值性 不同时间 作用不同 并且明确的有时间节点的 哎 这个应该叫做啊 时效性 信息 有真有假 这是什么特征 哎 这个应该是真伪性 好 非常不错啊 好 这是我们说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你能见到的一些体验 或者你分析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左侧的这个例子啊 领着大家来进行一下分析 这个小例子 我首先给大家说明 每一行只能要求你选择其中的一个特征 你选择一个更重要的特征就行 因为通常如果我们分析一句话 它里面你可能分析的角度不一样 既然你能判断出来的特征是不一致的 但是我们往往需要在所有的特征当中选一个人家在考的或者更重要的那个侧重点 那我们就现在来领着大家一起进行一下分析啊 看看他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大概更侧重指的是哪一个特征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他说丁丁群里每天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请问这应该是哪个特征 嗯你看侧重点开始不一样了 有说传递有说共享 其实呢这道题的它的一个重点在哪 它的重点是各种各样 我们在QQ群当中每天都能够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 那么通常见到各种各样这种 我们一般认为它应该是普遍性 那很多同学可能说这里不也有群吗 然后那有群是不是就有共享 那有共享是不是就有传递 那这样相当于我们把这个信息给进行了隐身 我们往往在做题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分析更明显更重要的那个字眼 因为这里虽然提到了群 但它有没有明确的说被多个人接收到了 或者说你看一下这里的这个主语 一般就是说某一个人他在叮叮当中 能够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一般认为啊 这句话它应该是普遍性 而不是共享性 这个到这都听清楚了吗 就是我们选一个更普遍的就行了 这个能理解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下面的一句话 它说团支书编辑了一段文字 然后说收团费信息 那么这里它的特征 指的是哪一个 好大部分是一样的啊 这个它应该说的是载体啊 依附性 因为这里人家说编辑的是什么呀 编辑的是一段文字 那么我们通常这里看到了重点的字眼 说编辑的文字呀 图片呀 声音呀 视频呀等等的 那我们基本认为啊 这应该指的是载体依附性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一条 它说要求11点到12点之间上交团费 这个我们一般说它应该是时效性 好 点击了发送按钮 然后信息就发送到了扳机群 请问这里应该指的是什么 这里应该指的是传递性 因为这里它明显有一个动作就是要发送 这个发送是不是就相当于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呀 好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般说它是传递性啊 好他说一会儿功夫就有30个人已读了 那30个人是不是就很多人了 那这应该是什么呀 这应该是共享 所以你看我刚刚一直给大家强调 传递它是一个过程 而共享是一个结果 它更侧重于多 你得看一下提案当中有没有提到多个人 多个人接收这种情况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他说张三不是团员 就自动忽略了这条消息 这是什么呀 这个应该是价值性 并且它应该是价值的相对性 因为它不是团员 它觉得这个消息没有用 所以它就把它忽略掉了 那最后10点团支是说 被造号不用交了 这个就应该是真伪性啊 所以还是那个意思啊 我们通常看一段话的时候 你的分析角度不一样 你有可能分析出来的特征不一样 但是我们一般做题的时候 这种你能够自圆去说 或者我们找一个更为重要的关键字 把它答上 这样你才能拿分 而如果是选择题 一般它不会有争议性的选项在里面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忧这种题目啊 它有点像语文里面的咬文嚼字 你们大概啊 能够了解到就行了 好这个到这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如果没问题回复一下 没问题了啊 好那最后 为了方便大家对于所有的信息的特征比较好记 老师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这个小口诀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去记啊 这个小口诀叫做传真架在共朴石 你可以深想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要传递信息的时候 我们现在用的是传真机 这个传真机 我架在了一块叫共朴石的这块石头上 它就能够接收消息了 那实际上传指的就是传递性 真就是真伪性 而这个架呢 指的是价值性 然后再应该是载体一副性 然后共朴石 实际上这个石指的是石效性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小口诀 把我们最重要的这几条信息的特征 你能够都背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到这看看这个口诀能理解 怎么去用了吗 了解了哈 行 那你们回去啊 或者你们有自己的口诀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口诀去记啊 这个都行 好 接下来我们做一道题 看一下真题当中考过的信息特征题目 大概是怎么考的 聪明红油用的是普传功夫真价史 这个也是啊 我们粉笔的一个小口诀 你用哪个都行啊 你只要能记下来就行 大家来看一下这道题应该选什么啊 好 我看大部分同学选择的是A 然后也有个别的同学选择的是B 那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关于这道题 他说下图是用某软件 查询当天某一地区实时路况的画面 那么主要应用了信息当中的哪一个特征 你要注意这道题 它的做题的重点应该在哪 就是你看一下整体下面这张图 人家会说更新时间有一个13.04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画面 那你一读题 你就知道它的侧重点应该是10时 如果过了这个时间段 它的这个整体下面的地图 是不是就开始不一样了呀 好 那么这种特征 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什么特征 实际上它应该是时效性 所以这道题最终我们选择的是A 作为它的正确选项 那有一些同学选择的是B 我大概了解你们说的 你可能想的就是这里不提到了画面吗 那只要提到画面 它是不是应该有依附性在里面 那你要看啊 以往如果要考载体依附性 它往往有两个角度嘛 一方面我们说它必有载体 另一方面它得说不为一 所以如果一道题 如果我们明确要选择载体依附性 你基本上要看一看 就是题杆当中 它有没有描述说同一个信息 又能文字又能画面 然后又能视频等等的这样的描述 或者是有没有把所有的一些干扰选项 全部都去掉 比如说它不说实时入况画面 它就说下图是某一个地区的地图的画面 好那这种之后 我们一般才会选择载体依附性 即便 就是基本上啊 如果我们读题的时候发现 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更加细致的描述 那一般更加细致的这个描述 才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所以最终这道题啊 我们选择的是A 这个到这儿大家看看 刚刚选B的同学 有没有都听清楚 这个应该都了解了是吧 行 那我们针对于这道题啊 单选题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2018年上考过的一道题 那我说一说啊 这道题呢 2018年上初中考过了一次 其实啊 这种类似的题目还在哪考过呢 在2017年上的时候 高中曾经考过这样的一道题目 考察的主要形式就是给你一段材料 而这一段材料呢 是文言文 然后让你去读一读 说在这一段材料当中有哪些信息的特征 而我们2018年上初中给大家的这一段材料是什么呢 应该是三国演义当中的讲干道书这样的一个节选 那我问一下各位同学啊 讲干道书的这个故事 你此前有没有听过 或者说你有没有了解过 好 我看回复理人的各位同学比较多啊 完全没有了解过 好 那我现在啊 用一点点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 讲干道书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你们就能知道这段材料大概在干什么 蔡两个人 那么张蔡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蔡帽 另一个呢 就是张允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人 那么这些人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周瑜和曹操 他们俩应该是对手关系 也就是说现在曹操正在攻打周瑜 然后另外呢 这个讲干 其实他是曹操的下属 好那还有蔡帽和张允呢 他也是曹操的下属 只不过这两个人 有点 啊我写错了是吗 对手啊 不是对象 对手 好那么蔡帽和张允这两个人 他有点问题 他们是后来反叛过去的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是曹操阵营的 他是由别的阵营反叛过去的 所以曹操对他们来说还稍稍有点戒心 好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蒋干和周瑜 他们俩之间也有关系 那么他们俩之间应该是同学关系 那么实际上在打仗的过程当中 周瑜这个阵营你们要知道 他是比较擅长水战的 而曹操呢比较擅长陆战 而蔡张这两个人 他们就是比较擅长于水战的 所以如果有了他们两个这一仗才有的打 如果这两个人没有了 那这仗基本上曹操是必败的 好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关系 蒋干去干什么呢 他想立功 他就去劝降周瑜 降给曹操 那他去的过程当中 周瑜就好好的招待了他 并且周瑜使了一个计谋 这个计谋呢 就是他写了一个伪造的书信 这个伪造的书信 就是他跟蔡张两个人的通信 意思就是蔡张两个人说 在曹操那干的不太好 不太顺心 将来我们一定会反叛 然后这个信啊 他就故意让蒋干看到了 那蒋干看到了这个信之后 他就偷偷的带回去 告诉了曹操 曹操就把这两个人直接给杀掉了 杀完了之后他立马就后悔了 说武中计议 这就是蒋干道书 他的一个全故事 这个到这看看 有没有都听清楚这个故事 人比较多啊 所以得听的稍微快一点 行 好那这个故事已经听懂了 好那整个这个选段 大概说的就是他在道书的过程当中 出现的一些事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 所有的关于这样的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呢 由于字数比较长 我在课上就不领了大家去读了 我把一些比较重要的 能够分析出来信息特征的地方 我都给大家标了颜色 我们就来一起来分析分析啊 这里面他的一个信息的特征都有哪些 而具体这个故事的每一个字 你们回去自己去看啊 你们回去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故事都看完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绿色字 他说杨作大罪之杖 请问这个如果有信息的特征 应该是什么特征 哎这个他应该是真伪性 那同样还有哪有一个真伪性呢 就是这里有一个装睡 所以两个绿色的这个部分啊 他代表都是真伪性 好那另外啊 他说偷视之往来皆是书信 那么这里提到了书信 如果让你分析特征的话 应该是哪一个特征 哎他应该是载体啊 一幅性 好那我们再来看红色的这一部分啊 红色他说某等降曹 非图示录 破鱼是耳 金 困鱼在中 等等等等 那这应该是什么特征 哎这个应该是价值性 这个价值性 蒋干为什么要偷这封信呢 其实偷的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是有价值的 因为通过这个内容的分析 你能够知道他们想要反叛 所以他最终把这封信 是不是给偷揍了呀 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啊 这句话所说的所有的内容 其实突出出来的应该是价值性 这个到这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啊 好那另外这后面言语颇低 那这个言语代表的是什么特征 你看啊 又有书信 又有言语 那他们合在一起 是不是都是载体衣服性 所以我把相同的这样的特征 我都标了同一个颜色啊 你就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行了 再来看下面还有一页 下面还有一页啊 这里还有一个 他说逐一说语曹操 那请问这代表的是什么特征 说给曹操 哎这个应该是传递性 因为什么时候才能用说呢 是不是只能是咱俩面对面的时候 我才能把所有的事说给你 那这一块啊 有说其实代表是传递 那么另外他说 君尚未曾练熟 这句话体现的是什么特征 尚未曾练熟 哎这个特征应该是时效性 意思就是目前这个君还没有练成 那如果过一段时间 是不是就能练成了 那么处在目前这个角度来说 还不行 这个就是时效性 好那最后说五重计 重计 那这是什么特征 哎这个就应该是 真伪性 好了 那所有这些比较重点的地方 我都领大家进行了分析啊 那我们如果这是一道简答题 我们想答题的时候 应该怎么答 才能拿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分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参考答案啊 后面的这个参考答案 基本上我们在答的时候 有几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序号 第二个就是人家要让你答的 答的那个核心采分点 比如说信息的特征 你一定要把这个特征的名字 给我写出来 好那最后还有一个 就相当于是解释 或者说是回归到材料当中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 你们以后在答题的时候 基本上简答题都会分成很多条 你们重要的也是要把序号核心采分的 这一部分给人家写好 那么如果啊 这一个材料当中 你分析出来的条目特别特别的多 而我们简答题一道题 一般是多少分啊 我们简答题一般一道题 是不是就是十分啊 那你们在答的时候 大概答几条就行了呢 答两到三条就够了 你不用把这五条都答上啊 其实如果你分析的出来 你说五条我都想答上也行 但一般我们信息技术 两到三条就能够拿到满分了 所以你基本上在答的时候 大概选出你最有把握的两到三条 或者你把没有把握的条目 稍稍往后去放一放啊 你多答肯定不会给你扣分的 就以这样的形式能答题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针对于简答题 这种答题啊 给大家大概说的一个套路 那另外就是我们最后说一下这个材料啊 这个材料 你用人家材料里的原文也行 你用你自己解释的这句原文 也行 反正呢 只要加工一下 有这个材料就行 其实这个材料 也就是说最后除了我的序号和核心采分点以外 这个材料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如果你实在没有话说 你甚至不答都行 但是呢 我们一般也是 如果你要有 有那个话的话 你多说两句 你多说两句 你是不是就解释了 为什么这句话里体现的是真伪 那考官就会觉得 你把这件事能够自圆驱说 只要他觉得有道理 他同样会给你分的 所以大家记得啊 最后这句话 如果没有词 不用写 但是一般要求大家写上会更好一些 这个都听清楚了吗 我看有一个同学说 写上七条 其余两条是瞎编的会扣分吗 一般不会 他要前几条能够有采分点 或者说已经到两到三条了 他就基本上就已经不看后面的了 所以你就算是达足了瞎编 他一般不会扣分的 这个听清楚了吗 好 我又看到有位同学啊 06说普遍性应该也有吧 其实普遍性在任何的一个材料 或者任何一句话当中 如果你发现这个材料特别少 你在进行分析的时候 你说信息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你要能分析出普遍 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也是 只要你能在材料当中找到一句话 能够自圆驱说 比如我们说普遍性的答题一句 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你能体现出这样的两个点 那它也可以是对的 这个了解了吗 所以普遍性一般就是比较宽泛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用啊 好了 那我们这个也给大家说到这 那大家看看 整体关于咱们前面的这个题目 到这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如果没有疑问 回复个6吧 没有了哈 行 那咱们今天大家掌握的不错啊 咱们没有用一个小时 就把这部分讲完了 我们休息一下吧 我们休息10分钟的时间 然后你们07的时候回来 咱们再继续把后面的内容都讲完 好不 哪些需要背诵 信息的特征 就是我最后不有一页总结吗 我总结的那个表格 其实就是需要你背诵的 但是这个其实你也不用死经营背 咱们不说你注重理解吗 你理解能够根据实力 把它分析出来就行 谁也不需要特别的死经营背啊 好的好的 我这个有点乱了 我用给你把屏幕清理了吗 不用哈 行 这个课件 你们是可以自己去下载的 就是每一节课我的那个课件 我上传完了之后 你们都能在APP和网页上 把它下载下来 如果你们要想记笔记 也可以直接用那个去记啊 文言文大题不经常考 我不说了吗 就考了两次 一次是2018年上 还有一次就是2017年上 然后另外还有一次是那个编程题的时候出现了一次 比如说33属之圣起 然后那个77属之圣起 大概就那儿 但是那个题就比较好理解 高中的题没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 07说 在题的时候什么读第三声 什么时候读第四声 我好像也不太知道 我都是随机去读的 我也不太清楚 那个什么时候三声 什么时候四声 咱们这个具体的那个文字 就议会就行了 就是你能懂就行 不用特别的纠结 因为我这个普通话也不是特别的标准 刷题的话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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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西游戏后传都比较有年岁了 有几节课 前面的专业知识一共有23节课 还有三节录播 然后后面的教学论的部分有三节课 然后模拟卷有四节课 这大概三十多节课吧 然后那个下午茶还有十次啊 下午茶是一点到一点半上主要讲编程 你看去年考简答题初中高中不都考编程了吗 对这个月被我包了 然后那个课一课二十几节课 课三这么多 咱们课三内容考得广 课三内容考得广 范围太大 每一张几乎都是我们大学的一门专业课嘛 你在学的时候都是要学医学期的 考呀 去年初考中不都考了吗 而且今年年考的还挺多的 VB可以看你自己的看你自己的情况 就是VB了解一下就行 它一般也是在材料当中就出现 但是你那个材料即便是不懂 其实也能做对 好了啊 我看时间已经到了 咱们就不聊了 我们继续后面的内容吧 都回来了吗 回来了给老师回复个6 我就继续往后讲了 嗯好 那我就继续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 第二节这一部分呢 是信息技术概述 这里我们主要会讲两个内容 一个呢 会给大家讲信息技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那另一个呢 还会重点去讲一下它的发展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一个人来看 首先来看第一个 关于信息技术的概念 同样啊 这一个考评 它是很低的 就是我们这种概念性的内容 相对来说考的就少 大家注重一个理解就行了 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进行了解的 就是信息技术 它的英文缩写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缩写是IT 这里呢 我们一般在读题的时候 往往你读某一道题的题干 或者你读后面的材料分析题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这个IT 你别不认识它啊 你是学信息技术的 你就考信息技术的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 它的缩写就行了 好 接下来第二个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信息技术的定义 那我们说信息技术 它是获取 整理 加工 存储 传递 和利用中所用到的 所有技术 好 那么这个概念 其实也不需要你死定位 你大概就能理解 这样的几个问题就行了 我来问一问大家 首先第一个 如果当我们在读题的时候 读到了一种说法 它说信息技术指的 就是特定的某技术 这样的说法 对不对 他说信息技术就是某特定的技术 这个说法对吗 这个说法它一定是错误的 你看前面的定义你就知道了 它是获取整理加工存储等等 一系列技术的一个总和 所以它肯定不是特定某个层面上的技术 把这个能够了解到 那第二个 有一种说法 他说信息技术就是计算机技术 这种说法对不对 信息技术就是计算机技术 这个说法它也不对 这种说法 你看一下咱们所有的定义 定义当中 有没有特定提到计算机 这样的说法 其实并没有 并且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讲 信息技术的发展 你就会发现 没有计算机的时候 信息技术就已经有了 所以这个肯定不指的是计算机技术 把这个注意到 那第三个就是 信息技术 在计算机技术之前就有了 这种说法对不对 这个说法它是对的 我刚刚是不是就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那么信息技术 如果我们要看一下 它具体的起源 它起源于什么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 同样信息技术的发展 这一部分在考察大家的时候 两种考察形式 已经考过的是考察简答题 那么另外也有可能会在单选题当中 考察到大家 它在考察的时候 大概率就会让你跟具体的某一个技术 以及它发展代别能够进行个对应 那么这种对应呢 我们后面还是会给大家有个表格进行总结 而我前面的这一部分在给大家讲的时候 你们就认真地去听 能听懂就行了 就像听故事一样 因为我们一节课时间比较长 你不能听的永远都是那根闲着紧绷着 所以你稍微放松一下 我大概说一说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 首先信息技术发展的第一个代别 叫做语言的产生和应用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最早最早期的时候 人刚刚诞生的时候 他实际上想传递一个信息 往往是怎么传递的 他是没有语言的 他基本上就通过一些具体的手势 是不是就能够进行信息的传递了 但是这样的手势 在进行信息传递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信息传递的不够准确 有一些同学可能说比个剪刀手 觉得是要拍照了 有一个可能觉得这是个二 所以这种信息会产生一种误解 他就会不准确 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类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 是不是就诞生了语言呀 那么诞生语言之后 我们就直接通过面对面的形式 把这个语言进行个传递 说出去他就懂了 但是这样的语言 我们在进行传递的时候 实际上他也会有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要求语言进行传递的时候 必须是面对面的 如果不是面对面的 这个语言传递的范围 是不是非常的有限呀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的传递 尤其是通过语言传递 传递次数多了之后 他会导致失真 这里不有个小典故吗 就是三人成虎 就是同样的一句话 传着传着他就变味了 对吧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就是语言的诞生 它是信息技术的第一个代别 但是呢 他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里面 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技术 能够解决我们不用面对面 然后也会尽可能的保障他不失真呢 其实就发展了第二个代别 第二个代别就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 那么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之后 实际上他解决的最主要问题 就是能够让信息的传递更加的准确 并且呢 信息也不用非的面对面进行一个传播了 你比如说这里的甲骨文呀 或者我们刻在竹简上的文字呀等等 这是不是都能够保障这样的一种情况 但是这样的信息 在第二个代别进行传递的时候 它也有问题 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笨重 因为我们古老的技术当中 一般用的都是竹简 对吧 这种竹简本身又大又重 如果你要进行传播 是不是有一个典故叫做 学富武车呀 你得用五辆马车 才能把所有的这些竹简都运走 那它就会比较麻烦 那有没有什么手段 能够让我们信息传递 既能够有文字的附着 然后又不笨重呢 其实就发展了第三个代别 也就是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明和应用 那么到了这个代别之后 大家基本上就能了解了 我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之后 我们把所有的字都刻成一个个的模块 然后用油墨把它打在纸上 是不是就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材料 那这样的材料 基本上就让我们所有人想学习 这件事变得容易的多 它的信息的传播范围 是不是就变得特别特别的广 这就是它的一个主要好处 但是在这个代别当中 它也有问题 它的问题就是时效性会比较差 你比如说我要想直接给你们印刷一个新闻 如果你要采用活字印刷术和造纸术这种形式 去把这个新闻要传播出去 可能新闻已经过了这个时效了 你还没有印刷完呢 所以它的时效性相对来说就比较差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能够解决这个时效性呢 就发展了第四个代别 就是我们近现代开始用电了 它用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等这些电信技术 那么这些技术 它就能够很快的把这个信息进行一个传播 它也能使我们信息传播的范围广度变得更广 那当然这个代别有没有什么问题在里面 实际上也是有的 就是它的传递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 是不是就比较高呀 那现在我们最终一个代别 就是第五个代别 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的融合 那这个技术放在一起 其实就是网络技术 也就是说我们现今阶段 有了计算机 有了网络 那你信息的传递 无论是它的速度呀 它传播的广度呀 以及它的内容的容量呀 是不是都是比较高的 好 那其实啊 我问一下大家 那我们目前来说 我们处在信息技术发展的第几个代别 我们目前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 是不是就处在第五个代别 你们一定要注意啊 目前还没有第六个代别这样的说法出现 你找一些教材当中 也没有官方的一种说法 说已经到了第六个代别 所以啊 大家在记的时候 就记到第五个代别 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就行了 你不用再过多的往多了去记即可 好了那我们到这啊 把所有的这些代别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考情 以及我们该如何记忆这一部分的知识点 所以我们进行总结了 那这个表格就是你们要重点去进行研究的 我们不说过吗 他有可能会考察选择题和简答题 那么他通常在考的时候 最容易考察的就是五次革命 他的代别 以及标志的一种对应关系 这个是最容易考察到大家的 比如在单选题当中 他就有可能直接问你第三次是什么 那你能够把印刷数等等的这些 给我答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种你要想把五个代别记住 怎么去记会比较好记呢 这里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小口诀 这个小口诀其实就是具他们的首字 语文印电记 好那有一些人在读的时候读得快 就说语文印电记 这都行 反正呢你们最终在记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都是他们的首字 跟这个代别能够对应上就行了 这个到这看都听清楚了吗 好那这个考情听清楚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 另外呢还有可能在简答题或者选择题当中 考察到的一种形式就是他会给你一段话的描述 然后给了你这一段话描述之后 你能知道他对应的是第几个代别 比如人家问首次跨越了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是第几代 你要能够准确的选出来第二代文字的创造才行 好那当然这里他们比较容易让大家迷惑的还有谁呢 还有进一步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 你们要知道这相当于是一个迭代进步的关系 首次应该是第二代 而进一步呢才是第四代 所有这些我标重点红色词的 都是需要大家重点去进行记忆的 他在单选题当中比较容易考察到大家 那另外还有第一次 第一次我们说语言的使用 它的标志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啊 它说是从语言到人的一个标志 那么这句话反而你不用怎么去记 它比较容易引申出一种是非判断的考察题 那这个是非判断 它是怎么说的呢 它是这么说的啊 它说有了人之后才产生了信息技术 对不对 你们来判断一下 它说有了人之后才产生了信息技术 这种说法对不对 选的开始不一样了 实际上这句话是对的 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强调的一个原因啊 你们要注意 人家说信息技术的发展第一个代别是什么呀 第一个代别就是语言的使用 而语言的使用标志着我们的人 它由猿猴变成了人 也就是说只有有了语言之后 是不是才有了人这样的一个物种呀 那我们说有了人 然后才产生了信息技术 这种说法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没有发明语言文字之前 在我们信息技术这个领域 我们认为这都不是人 这应该是猿猴 所以它相当于是针对于这句话的一个隐身 他说有了人才有了信息技术 这种说法应该是对的 这个到这听清楚了吗 这句话的这个解释到这看看都理解没 理解了哈 好 然后我看聪明红油兔说 有了人才有信息 这种说法是错的 对啊 这种说法是错的 因为信息是普遍存在的 无处不在 无事不由 有没有人他都有信息 所以啊 说有了人才有信息 这种说法是错的 但是你要知道 有了人才有信息技术 这种说法的确是对的 要没有人就根本没有信息技术 这个概念 它的诞生 这个到这儿 大家看看 整张这张表格 考情该怎么记 都了解了吗 了解了哈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做一下题目啊 这一部分是单选题 没有出过真题的 都是模拟题 大家就来看一下这种题 该怎么去做 就行了 第一题 第一题应该选C 人家这道题比较直接 语文 印 电记 你就看哪个是印开头的 那只有印刷数 对吧 所以选C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他说人类信息 首次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的 这道题我们应该选择B 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 那如果人家问 进一步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的 该选几了 或者说再一次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的 进一步 再一步 这个应该选C C它应该是隔着的 电视电话广播电报等等的发明 才是再一次或者进一步突破时间空间限制 所以这个千万别激混啊 就行了 这个到这看还有疑问吗 应该没有了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真题 曾经考过的是什么 考过的是2014年上 比较久远的时候 初中考过了人家问你 信息技术的五次重大变革 那么这五次重大变革参考答案当中 括号一 第一次写好第二次写好 其实基本上我们信息技术的简答题 如果人家问你五次变革 那五次是不是就相当于你要打五条呀 本身这个条目就比较长 那么这种条目比较长的 基本上你就写到前面的这些条目就行了 而后面的这个解释答不答都行啊 因为它就相当于这个站的分值比较大 条目又比较多 那这些字你就不用去凑字数了 那当然如果你要觉得不放心 你说有没有可能会给我扣分呢 那你就按照自己的理解 把这一块给它答上就行 但是啊 这里你在答的时候 像这种首次呀进一步什么的 你就不能打混 意思对了就行 但是不用跟我们这个原文是一模一样的极客 这个到这都听清楚了吗 了解了哈 好那我们这个简答题就给大家说到这啊 另外就是给大家稍微提一个醒 就是以往考过的简答题 你们不用说我是不是就完全不用看了 以后绝对就不会考 这个是不一定的 因为我们考过的简答题 如果考过的比较久远 它拿过来再重新考你一次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啊 我前面给你们展示过的一些简答题 你们回去该背还是要背一背 这样在后面你们才能 如果重复考拿到分数 别掉以轻心就行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第三节啊 不限制字数 我们信息技术只要能达出关键字就行了 就关键字采分点到了 它就能够拿到分数 不用硬凑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第三节啊 第三节给大家讲的就是信息的获取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拿到一个信息 好那么信息获取这一部分 在考察大家的时候 第一个需要你们看的知识点 就是信息获取的过程 那么这个信息获取的过程 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两种考法 一种它有可能在单选题当中考察你 然后还有一种考法 就是简答题 让你把完整的这个过程 从头到尾都答出来就行了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啊 一定要注意 你要理解每一个过程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能够用自己的话 把它给概括出来就行了 我们首先来看 获得某一个信息这件事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 来帮助大家去进行个记忆 比如这里的这个例子就是 小明他们全家周末的时候 想要去郊区聚餐 那他要获得一个什么消息呢 他想要获得一下天气预报 好了 那么如果现在我们想获得这个天气预报的话 我们要经历的完整的过程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过程 我们就要确定信息的需求 那么这个确定信息需求 往往指的就是 我们要获得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呢 什么信息 比如像我们刚刚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当中 你应该获得哪些信息 才相当于你把这个需求给人家定位准确了呢 那基本上就是你得知道 必须是郊区的 然后必须是周末的天气预报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呢 什么信息啊 那么这个过程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定位信息需求 或者叫做确定信息需求 这个到这儿大家看看 能听清楚第一个环节要干什么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环节 叫做确定信息的来源 那么这个确定信息的来源 往往指的就是 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来获取某一条信息 那大家来想想 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预报 你都能够通过哪些途径 或者哪些载体 把这个消息给它获取到呢 那基本上 按照我们目前的技术来说 我可以通过手机上网去查 或者给别人打电话 我也可以直接通过电脑去查 或者我也可以直接通过电视来去看 这是不是都相当于 是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一些具体的途径啊 那么这个过程啊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确定信息来源 也就是我们要知道信息的途径就行了 这个到这儿看看能听清楚吧 好 那再往下一个环节叫做采集信息 这个采集信息往往指的就是采集信息的方法 因为我们刚刚给大家说过 途径啊 载体啊 什么的 它都比较多 那我们想获取这个信息 所谓的采集信息 它指的就是你具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也就是比我们刚刚这个来源 要更加细致一些 比如我现在前面 获取信息来源的时候 我已经确定了 我就要用手机 然后我上网去查 那你是不是就得给我一个具体的手段 那你到底用什么网络去进行一个查找呢 比如说你到底是直接在百度里去查 还是直接去看中国天气网的官网等等 这是不是都是要有不同的途径或者是角度 甚至你用手机是不是也可以去打电话 比如说打114去查等等 那这一系列 它相当于是在我们刚刚所说的来源和途径的基础上 更加具体的一个步骤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采集信息 或者也叫做采集信息的方法 这个步骤到这都听清楚了吗 好 那我们一旦假如说周末 郊区的天气 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 你是不是直接就把它放掉就行了 并不是啊 我们查到某一个信息之后 我们一定是要保存信息的 那么这种保存信息的手段就有很多 比如我直接把它截图保存在手机里 或者我直接给它写在一个小纸条上 这是不是都行啊 那么这种手段啊 不管是什么你知道它属于保存这个过程就行了 那最后 所有的信息都已经获取完成之后 我们一定还要有个步骤 就叫做评价信息 这个评价信息说白了 就是对于我们前面所得到的信息 要进行一个判断 判断这个信息获取的到底是不是合适的 或者它够不够准确 这个步骤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评价信息 那么这个评价信息一定是要有的啊 你们在进行答题的过程当中 不能把它给漏掉 另外呢这里的这个评价信息 其实一般它都是要有回馈的 比如我们评价信息发现啊 最终你保存的这个不好 那我们就要换一种保存形式 好那我们再往前面 如果你采集的这个方法不对 你就要换一种方法去评价 所以一般有一些同学 看过一些资料 说还有一个步骤 应该叫做反馈 但是这个步骤 各位同学要注意 其实所谓的这个反馈 都是通过评价来进行体现的 那么那个反馈 你写不写都行 也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五个步骤 你把需求来源 采集保存评价 能够写上就合适了 它就已经包含了 所有的反馈在里面了 这个到这儿 大家都听清楚 该怎么去记这件事了吗 这个都了解了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 那如果关于所有的这个过程 我要想记 还有我们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啊 我一般不太喜欢给你们讲这种啊 就是记口诀 因为口诀要太多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也记不过来 但是啊 有一些同学的确会在课后 还问我说 老师有没有这样的口诀 我大概给你们说一个 我以往看过的一个口诀啊 这个口诀叫什么呢 叫做求援 财宝评 这个大概怎么理解呢 就是我要获取一段缘分 我一定去拿一个彩色的宝评 然后我去求一求它 这样我就能够获得这个求援 所以这个求援 这个求指的就是信息的 定位信息需求 而这个援呢 就是来源 然后这个采就是采集信息 宝就是保存 那评当然就是评价的 所以这里大概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叫做求援财宝评 那当然这个我并没有觉得 它降低了咱们这个记忆的难度 所以我更提倡大家啊 你们直接按我这个例子去记 可能会更好一点 所以啊 所有的这个简答题 这一块整个这个步骤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大家看看这个到这能理解不 能理解啊 好那另外我再来说一说 如果这一部分考察 咱们的单选题型 它比较容易考察大家的角度是什么啊 如果考察单选题型 它有可能会给你一段话的描述 然后它问你这里到底属于哪一个过程 而所有的这些过程当中最容易考察大家的是谁呢 实际上就是定位信息需求 你一定要知道信息需求 它一定是首位的 就是我们信息技术 往往让你记某某过程 它的第一步肯定都是需求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单选题 记步骤的时候 第一个放在首位的 就是信息的需求 那这里所有的步骤当中 还有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呢 就是保存信息 也是需要你们去记得 因为保存信息啊 它其实是有一个知识点在里面的 就是我们在保存信息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手段 而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手段 我们给它划分为了数据管理的三阶段 如果在考试的时候 问你数据管理的三阶段是什么 其实你是要应该能背下来的 它应该是有人工阶段 文件管理和数据库管理 而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 你作为一个个人用的最多的是谁啊 想你作为个人用的最多的应该是文件管理 比如我们的电脑 是不是都有资源管理器 它都有一个个文件夹 我把某一些文件 我都放在某一个具体的文件夹里 某一个路径下 好那它都会有这样的一张图的呈现 那另外考试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考你们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在我们电脑当中啊 它的资源管理器在管理的时候 是以什么样的形状来呈现的 那你们一定要知道 其实你要深究 你正常打开我们电脑的资源管理器 你一般是不是都先找到C盘 你在C盘再找到具体的某一个文件夹 你在文件夹里再找到具体的某一个文件 你都是一步步往下走的 那这种脉络 如果我们给它画成图 它应该像左侧一样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竖形 而我们这个C盘呢 就相当于是这里的这个根 然后呢 这里一个个文件夹 就相当于是它的下一集目录 它逐步往下走 所以考试的时候 如果人家问你啊 文件管理是什么样的形状 那你一定要能够告诉我 它是竖形 那另外如果考试给你们截图了 截的就是电脑的资源管理器 你们也知道它是文件管理阶段就行了 这个到这看看能听清楚掌握的程度了吗 这个应该了解了哈 好那另外有一些同学可能 对于这个知识点特别的感兴趣 就是说那人工是什么 数据库管理又是什么 其实在这一章当中 各位同学不用对于这个知识点进行深究 因为我们后面就有一张叫做数据库 那一张也是我给大家讲 而数据库管理它也分为了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跟这个知识点是一模一样的 到那一部分 我会具体给大家讲一讲 每个阶段它的刻点 它的一些作用到底是什么 等到那我们再学 你到这就把我刚刚说的这个考点 你能够记住 第一个文件管理如果截图长什么样 你能分清楚 第二个如果给你一个它的结构图 你能够确定出来 它是竖形结构就行了 就掌握到这种程度即可了 这个到这都听清楚了吗 了解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 关于咱们前面给大家讲的信息获取过程 如果要考试 大概会考到什么程度 这是2017年上初中考过的真题 就让你把全过程都答出来 而我们说过 像这种全过程条例本身比较多的 你大概答到哪就行了 你只需要写好序号 然后再把后面的这个文字的描述 给人家打好就行了 而后面的这段解释 你写不写都行 如果你要想写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语言进行个解释 只要意思是对的就行了 好了 那我们这道题就到这 大家看看这道题还有疑问吗 没问题了 好那我们这个就到这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要给大家讲的知识 就是网络获取信息 因为我们所有关于这样的信息 在进行获取的时候 我们目前用的是不是都是互联网用的是最多 所以网络获取信息也是有可能会考察大家的一个点 那我们后面就会给大家一个个讲到 但是我先看到一个问题 说有没有高中的题目 是有的 只不过关于前几节当中 高中考的少 初中这种题目考的多 所以你看到初中多 等到我们后面再给大家讲 每一节课初高中 按照侧重点来说 他们基本题目是平均的 这个了解了吧 好那我就继续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后面 这里首先第一个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网络上获取一个信息 比如我现在就想搜索一下粉笔这样的一条信息 你的手段都有哪些 能够直接获得所有粉笔相关的知识 或者你能够直接打开我们粉笔的官网 那基本上你们目前用的最多的 是不是都是打开浏览器之后 直接使用百度 然后你百度一下就能搜到所有的相关信息 那么你使用的那个百度其实是什么呢 你们要注意百度其实它应该叫做搜索引擎 这个搜索引擎就是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网页搜索的一种平台 那么这样的平台 比如说除了百度以外还有谷歌等等的 它们都属于搜索引擎 而所有的搜索引擎啊 它又分为了三类比较重要的 那么这三类当中最常考的其实应该是前两类 最后一类我会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个介绍 另外这一部分如果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它有可能会选择题 简答题都考察到大家 尤其是在简答题当中考察大家 最容易考察的 它有可能会让你说一说全文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 以及它们的特点 那么我就给大家列举了一个表格 我的这个表格要比教材上要更加全面一些 各位同学回去的时候 要把我的这张表格总结在你们的教材上 这样在出现简答题的时候 你们就不害怕了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介绍所有的这些搜索引擎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搜索引擎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全文搜索引擎 或者也叫关键字搜索引擎 那么这种搜索引擎 你们目前用的最多的例子就是百度 那这个百度你们设想一下 你的整体工作流程是什么 一般是不是打开百度这里 它都会有一个输入框 那么我们在输入框当中 你就可以输入粉笔这两个字 然后点击一下百度一下 它是不是下面就会展示出所有的相关的网页 那你就能够看到里面的相关信息 并且你仔细看一下 你在输入框里输入的是粉笔 而后面所有的网页当中 是不是粉笔这样的字 它都标红了呀 那就证明你输入的这个字和人家网页的这个字匹配上了 而粉笔的这两个字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关键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全文搜索引擎 它又叫做关键字搜索引擎的原理 原因啊 那他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 实际上百度是怎么进行工作的 它的主要原理和方法 我大概给大家讲一讲 你们能理解这个全流程就行了 我们首先站在百度的角度上 百度这一家公司 它首先核心要研发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要研发一个爬虫 或者研发一个网络机器人 网络蜘蛛 它这个网络爬虫或者网络蜘蛛有一个功能 就是根据链接能去搜索一些网页 它能把现今市面上存在的一些网页 都给你抓取回来 而抓取回来之后干什么呢 它就保存在百度的这一个数据库当中 就把所有的网页都直接保存在自己家的数据库里了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就站在我们用户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用户是不是就输入了一个关键字 那接下来再站在百度的角度上来说 它就会拿着你这个关键字 去它的数据库里去检索 看看你这个关键字能够跟哪些网页把它匹配上 匹配上之后 它会把所有的网页按照搜索量的多少呀 或者时间的长短呀 它会进行个排序 最终返还出来的结果 你们才能看到这里的一个一个的网页 那么这种工作原理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全文搜索引擎 这个工作原理到这儿 大家看看能不能理解这个全过程 如果能理解回复一下 这个应该能理解 好 那由此实际上就产生了全文搜索引擎 它的一个工作特点 因为它所有的核心工作 实际上都是由谁来做的 它是不是都是由咱们所谓的那个爬虫 也就是由一段程序去做的 那它根本就不是人 它是一段程序 它不眠不休的去工作 所以最终特点就是它更新及时 它搜索网页的范围比较广 它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但是这里会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它的准确性比较差 因为这个机器人 它不会区分里面的含义 它根本就不知道 你提前想搜索的到底是什么网页 所以基本上它最大的一个弊端 就准确性差 比如你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这个粉笔 可能你想打开的是我们的粉笔的官网 结果你搜索到的第一条 是我们日常在学校里用的粉笔 这样是不是就是准确性大打折扣 所以大家知道 这就是它所有的特点 你们把它进行个记忆就行了 那另外就是我们说考试 它有可能会考察这个代表网站 即谷歌和百度这两个网站就行了 好了那这个第一页 我们总结一下 需要你们记住的东西有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全文搜索引擎 你们得知道代表网站有哪些 第二个根据这个工作原理 你们能推导出它的工作特点就行了 这个到这看都清清楚它的考点了吗 这个没问题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第二类搜索引擎 第二类搜索引擎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目录搜索引擎 或者叫做分类搜索引擎 那它的搜索引擎主要工作是怎么来进行工作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新浪网的这个例子 你会发现当你打开它的这个网站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一个的这些栏目 而每一个栏目下面又有更小的栏目 比如说像这里我要想获得某些汽车的相关消息 我首先打开的应该是它的这个大类 而在这个大类当中 我可能有新车呀 有二手车等等这样的一些小类 然后我再打开它里面这个类别里 我才能看到里面的相关内容 那这种的它一级一级往下去走的 它由大类逐步变成小类 这个范围逐步逐步减小的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目录 或者叫做分类搜索引擎 而它的主要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啊 所有的这些全文搜索引擎 它最为最为核心的工作 都是由人工来完成的 它会先看一看所有的这些新闻 或者所有的这些资料 它的这些文字描述 它知道了它大概应该属于哪一个类别 然后呢它就放在相应的目录下 接下来呢 它根据已经放好的这个目录 比如说我们用户想去查找某些消息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逐步逐步的去查找所有的信息就行了 这就是它主要的工作原理 那基于所有的这个工作原理 你会发现这里最核心最核心的工作 都是由谁来干的 实际上它都是由人来干的 所以它的更新就不及时 它的范围比较小 它的速度也慢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 就是最好的优点 准确性比较高 因为它都已经读过了 它肯定不能把这个新闻给放错 所以大家注意啊 它跟全文搜索引擎 完全都是反着来的 你们就把这几个角度都记一下 然后让它俩对调一下即可 这个到这都听清楚了吗 好那另外 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代表网站 代表网站这里啊 目录搜索引擎 给大家的就比较多 比如有雅虎 有搜狐 有新浪 有网易 那你比如说像雅虎 可能年龄比较小的 各位同学已经没有听过了 那这种你没有什么办法了啊 你只能死定位 其实它是最早的分类搜索引擎 它是创始人 然后后面的这些都是模仿着它来的 所以大家把这些常见的啊 这些目录搜索引擎的名字 要进行的记忆 这样才可以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还有一类搜索引擎 我给大家写的是灰色 灰色就证明它不重要 所以大家简单进行了解就行了啊 这种搜索引擎叫做原搜索引擎 那么原搜索引擎 它跟前面的搜索引擎 最为最为核心的区别就是 它没有数据库 那它所有的这些资料和来源是哪来的呢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中介 它不生产这个内容 它把别人搜索引擎里的内容 搬运过来就行了 比如说这里最著名的360搜索 你输入一个粉笔 你进行搜索 你会发现它所有后面的这些网页信息 都是哪来的呢 基本上这些网页信息 有可能是百度的 有可能是新浪的 等等这些搜索引擎里的 反正没有任何一个 是存在它自己数据库里 它相当于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界面 并且在这个界面里 把别人家的信息进行了展示 我们把这种搜索引擎就称之为叫做原搜索引擎 它也是一种比较讨巧的方法 只不过我国目前原搜索引擎发展的不好 用的比较少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个到这看看原搜索引擎是干什么用的 能理解了吗 能理解了哈 好 那我们这个所有的搜索引擎给大家说完 那我们来看看考试的时候 大概会怎么考察大家 2018年上初中考过的一道题 这道题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B 因为你看一下这里有理财啊 有电脑这样的一个大类 然后每个大类里有桌面 油箱 杀毒等等这样的小类 那很显然它应该属于目录搜索引擎 那目录搜索引擎还有一个名字 还叫什么 目录搜索引擎 是不是也叫分类搜索引擎 好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 那原搜索引擎长什么样呢 这个全文搜索引擎 全文搜索引擎实际上 它至少是不是得有一个这样的输入框呀 然后有这样的输入框 后面还有字 然后你去点击一下就行了 所以这样是全文 那这个原搜索引擎跟全文搜索引擎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那它们长的是类似的 那最后还有一种搜索引擎 叫做门户搜索引擎 这种门户搜索引擎 你也不用格外记 它跟原搜索引擎是完全一样的 这种的就叫门户搜索引擎 所以大家知道啊 本质上来说 其实这里就提到了三种搜索引擎 就行了 这个到这看看这道题 还有疑问吗 没有了 好 那我们这个题就到这啊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面的这个知识 下面的这个知识呢 叫做搜索引擎的使用机条 那么这一部分在考察大家的时候 大概率考察的应该是单选题 这种单选题 就会让你去判断某个条目 它能够把某一个搜索的范围扩大呀 还是缩小 或者说这样搜索这个技巧使用的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啊 所有的搜索引擎的使用技巧 一共有这样的几条 第一条叫做提炼关键词 这个提炼关键词 它指的就是你一定要在一段话当中 提炼出最有代表性 最有指示性的这样的词才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看啊 它想搜索有关秦朝历史文化的资料 其实像这句话 如果你直接去咱们的搜索引擎里去搜 它是比较模糊的一个一句话 它不够明确 你比如说关于秦朝的历史文化 你到底想了解的是哪方面的历史呢 你是想了解它的文物呢 还是想了解它某个朝代呢 等等 这都不够确定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在里面寻找一些 或者你自己能够提炼出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最终提炼出来的是 秦始皇 兵马俑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查找所有的相关内容的时候 它的范围是不是就缩小了 那这个范围一旦缩小 你查找的内容才会更加准确 所以大家记得啊 搜索引擎使用的第一步应该是提炼关键词 这个到这看能理解这个步骤在干什么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第二个使用技巧 才是我们要掌握的重点技巧 也是出题最多的一个地方 就是要用好逻辑符 这个逻辑符呢 在我们信息技术这一门课当中 或者说在我们计算机领域 逻辑符最常用的就三个 与 或 还有飞 那么与 或还有飞 大家得能够知道它们是什么含义啊 比如说 如果与这样的一个含义出现的时候 它代表的是同时出现啊 还是出现其一就可以啊 与 它一般代表的是啊 同时出现 或者同时满足 比如说啊 能够代表与的这些符号都有哪些呢 可以用空格 可以用加号 按的符 然后还有按的这个英文单词 这些不区分大小写啊 那你比如说 我这里有01按的烧烤 那它的意思就是指 我要搜索的那个网页 要求临仪烧烤 它们俩是 同时出现在 某一个网页当中 你 你不能把这两个词给我分开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按的 你可以换成空格呀 可以换成家呀 也可以换成这个按的符都行 但它一定代表的是 同时满足才行 这个到这 看看能理解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叫做 和 那么这个和 有这样的几个符号啊 可以用逗号 可以用一个竖线 也可以直接用 奥这个英文单词 你比如说 早装 奥 辣子机 那它如果在进行搜索的时候 假如说早装是A 辣子机是B 那大家来看啊 它搜索结果有如下的这几种可能 你们认为是哪一种 比如说 可以搜索出A 搜索出P 或者是A和B都有 那它搜索的结果应该是哪样呢 哎 对了 没有掉坑里啊 它搜索的结果应该是 三种 因为我们这里是奥 奥代表就是出现其一 是不是就可以 那当然两个都出现 也行 所以最终 如果我们用奥这样的英文单词 去搜 你可能搜索出来的 有早装的网页 有辣子机的网页 有早装辣子机的网页 都行 所以啊 它应该是三种都存在的 这个到这都 理解了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飞 那么飞能够用到的符号 有减号 啊 你们要注意这个小横线是减号 还有一个就是感叹号 那还有一个就是啊 NOT 那它的意思 你们看好 这里有一个爬机 NOT 德州 那么这个NOT 我说还可以换成什么符号 是不是也可以换成一个减号 它的意思就是指 我要在所有的 爬机的信息当中 把德州的那一部分给去掉 也就是说我除了德州的爬机 我都想看啊 它是这样的一种搜索结果 所以通常情况下 比如我们把这个爬机认为是A 把这个德州认为是B 它应该是A是一个更大的范围 而这个B 应该是一个小的范围 并且我在所有的搜索结果当中 把B的这一块去掉 这就是NOT 减等等它的这个含义 这个到这儿看看能理解吗 理解了哈 好 那我们再来领着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这三种 与 或 还有非 那它们的范围到底是变大了 还是变小了 比如说与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逻辑词 把两个词汇连接到一起的时候 它搜索的结果和范围是变大了 还是变小了 它的搜索结果相当于更精准了 它应该是变小的 而这个R呢 它是变大了 好 那这个NOT呢 它应该也变小了 因为它去掉了一部分吗 它把后面的这一部分不给去掉了吗 所以它的范围也缩小 这是第一个需要你们总结的范围 那第二个就是我给大家进行的一些说明 这些说明第一个 所有的这些符号它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比如说你们在进行书写的时候 这里的AND OR還有NOT 你不要说人家写的是小写的就不对 它不区分大小写 另外如果你们自己想去进行使用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符号应该用的是英文符号 就是你打个什么中文的逗号 它有可能会当做一个关键词 就给你搜索逗号去了 所以我们一般所有这些符号用的是 英文状态下的符号 好 那第三 第四个要给你们说明的就是 目前所有的这些搜索不好用 这个不好用就是 你们虽然在这学的比较理论化 结果你拿到浏览器去试了一下 你发现根本就搜索不出来想要的结果 就是因为目前的搜索引擎 在进行制作的时候 它的功能更强大了 它就不用非得用这些逻辑词 把它进行的限制 所以你们有可能搜索出来的结果 跟你们想要的不一样 那你们也不用去纠结这件事 你就知道做题会考就行了 你把它当做一个考题记下来 而具体实际生活是怎么用的 你不用管 所以大家把这几个注意事项 能够注意到就行了 这个到这看都听清楚了吗 了解了 好 那么接下来说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使用技巧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强制搜索 这个强制搜索 它用的是英文的双引号 一般针对的就是某一个专有名词 你比如说按照我们现今阶段 它的所有的搜索引擎 比如说就百度吧 我直接在这个框里输入的是 信息与信息技术 而你搜索的这些网页 有可能会有一种情况 就是它把信息技术 信息这些词给你拆开了 它并没有把这些词给放在一起 但是如果我现在想搜索的 就是一个名词 我就是想搜索信息与信息技术 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要加上英文的双引号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检索 而我们在进行检索之后 你会发现后面所有的网页当中 信息与信息技术 它是牢牢放在一起的 它是不会拆开的 这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强制搜索 所以大家以后要注意 如果考试问你强制搜索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对双引号 而双引号里面加上这样的关键词就行了 这个到这看都理解了吗 理解了哈 好那我们接下来做一道题 来验证一下 看看大家掌握的怎么样 真好啊 没有掉坑里 这道题我们应该选择的是4D 人家说查的是什么 查的是北京以外的农业大学 从主语的角度上来说 查的是什么 查的是农业大学 除了谁呢 除了北京 所以呢 北京一定是要放在后面的农业大学 减北京 那最终我们选择的才是4D 而如果C这个选项加号 它应该代表是农业大学和北京同时出现 而如果是北京澳农业大学呢 它结果是不是范围就大了 北京农业大学 北京的农业大学 是不是都有可能 好那这个note呢 它搜索的应该是北京 然后呢 除了农业大学的所有的消息 所以它的主语就变了啊 它查的范围应该属于全北京的范围 那这个肯定是不符合提议的 就排除掉了 所以最终这道题选4D 看看这道题都理解了吗 都理解了啊 行 非常不错啊 好了 那到这儿 我们第一节课就领大家全部都说完了 最后的这一个内容是一个思维导图 这个思维导图呢 有些时候如果时间来得及 我会领着大家去复习 但时间来不及 你们就回去啊 把它保存下去 自己去看 因为这个思维导图呢 有这样的几个点 比如某个地方如果标红了 或者我有这样的小紫色的标志 那就证明这个知识是一个重点内容 你们回去的时候是需要自己去背和记忆的 那么另外其余的所有的地方 我放在这儿的基本上也就是一个重点 你们能够根据这个思维导图 把本节课的内容都回忆到 你知道都讲了什么 它的考情是什么就行了 所以这一块啊 就是留给大家复习去用的一个东西 也相当于是知识的一个整理 你们自己回去去看一看就行了 这个到这儿都听清楚了吗 这个都了解了啊 好 那接下来剩下的一点点时间啊 我就领大家复习几个咱们本节课最为重要的知识 复习完了我就给大家答疑 首先关于信息的特征当中 这里的信息特征 如果要考试 最容易考察大家的考察的是什么呀 什么提醒 他考察的是两种提醒啊 一个是单选 另一个是简答 而考察角度呢 就是给你一个例子 是不是让你去做一个判断就行了 那么这种做判断 你一定要学会找重点词 比如如果人家考察的是传递性 什么叫传递性啊 他指的是什么样的维度上 一般传递性是不是指的就是时间 还有空间维度上能够进行传 而且他更加强调的是传的这个过程 好那另外 这里还有一个叫做价值性 那什么时候代表考察的就是价值性呢 你发现一方面 这一个句话当中能满足一些需求 或者说他会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结果 是不是会有相对啊 好那这种的一般考察的就是价值性 所以大家针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些 信息的特征啊 你们要知道他的那个具体的关键词 另外呢也告诉大家 你们要记忆一个口诀嘛 那这个口诀 比如说有传真 架在共谱石上啊 你们把这个口诀能够记到位就行了 这个到这看看都想起来了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信息技术概述当中 最重点的是什么呢 考察的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 而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 大家在记的时候 是不是就记首字就行了啊 首字是什么 语文印点记 记到这就行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关于后面啊 后面这里还有信息获取的过程 那么信息获取的过程啊 你根据例子去记 或者根据那个小口诀去记都行 我反而希望大家按例子去记啊 第一步 需求 第二波来源 第三波采集 存储 评价啊 其实它并不难啊 你们回去好好整理一下就行了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网络获取信息 搜索引擎啊 比如说这里全文关键字搜索引擎 最为最为常见的代表是谁 百度 还有呢 全文或者关键字 还有一个是谷歌 好那另外 比如说从特点的角度上来说 它的准确性 是什么样的 诶 它的准确性是比较差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目录搜索引擎当中 它的特点准确性是怎么样的 诶 它的准确性是高的 并且它的工作原理是由谁来完成所有的工作的 诶 它是由人工来完成的 那另外我说代表网站 说不太好记啊 比如说有两个动物 雅虎 搜狐 然后还有新浪 网易 你就这样去记就行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面 逻辑符 逻辑符与常见的符号都有哪些 与常见的符号 有加号 还有没 还有按的 还有这个连接符 其实还有一个啊 空格 空格也算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 或 或常用的符号都有哪些啊 有二 有逗号 没有减号啊 还一个竖线 非 非才会有减号 然后呢 有not 然后有感叹号 好 这就是这几个符号啊 这几个符号是需要你们回去 重点去记忆的 能知道哪一个能扩大范围 哪个缩小范围就行了 强制搜索用的是什么 强制搜索是哪个符号 英文的引号 这个是最准的啊 就是我们英文 如果用引号扩起来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是不会分开的 好 记到这就行了 不错啊 今天大家掌握的都很好 那么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 到这就全部都结束了 我剩下的时间就给大家进行一个答疑 并且我说一下啊 明天我们讲到哪儿 明天我们给大家讲那个 下一节 第四节 那个第四节 你们要预习的话 至少要预习到第20页 就是把所有关于二进制的转换 以及二进制的运算 你能够给复习了 因为我们明天 大部分都是计算的 如果你没提前看过 可能会有一些同学基础 不是特别好 又跟不上 所以回去的时候复习啊 复习到20页 这个听清楚了吗 好 每个章节 没有练习题 咱们只有课后的那个习题 你就做那个就行了 然后具体的练习题是没有的 其实你们也不用 非得去做那个练习题 就把老师讲的这些都给他积一到位就行了 可以提前发讲义吗 是课件吗 课件你们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呀 我今天上午就发了呀 我说一下那个课件 课件我一般是上午给大家进行发送 如果是晚一点的话 可能下午两三点钟 能够发一下 所以那个课件发出来之后 你们也不用等群里那个老师给你们去发 你们可以直接去网页上 以及去APP上自己去找一找 然后你们要看到有下载课件那几个字了 你就把那个课件直接给找出来就行了 好不 我一般不能上节课 把下一节课件发下去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每节课掌握到多少 有可能有些知识今天讲不完 我还得往后放 所以这个一般没法发 你就当天早点去找我那块吧 好不 好 我看到有问题啊 为什么目录的更新不及时 因为是人工嘛 人工肯定不及时啊 他得看 他就慢 啊 知梦有说前面讲的传递 可以是共享 也可以是不共享的 然后感觉应该是传递的范围更广 不不不 我们一般认为说 共享是怎么来的 共享是通过传递完成的 所以我们说 共享它的范围要比传递要更大 而不是你说 传递有可能会共享 有可能不共享 咱们一般不纠结这件事啊 就是你在理解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知道 共享如果想发生 前提一定会有传递 所以传递比共享要小 就行了 得解不 然后我看有一个同学说 有了人 有了信息技术 那些客件有点问题是吗 对你们以后如果要有问题 最好把老师的这个客件的页码给系上 你们这个页码在下方 在这个位置有页码 好我给你找一下 稍等啊 是这个吗 然后零六说上半年考了VB 那个VB是在材料分析和写交案那个部分出现的 这种VB一般你就不用过于的研究了 你研究也没什么价值 所以这种一般有材料性的内容 咱们不都有答题套路和模板吗 其实你没学过VB 你也一样能把那种题答上 就不用过于纠结了 要不然你们的学习压力太大了 时间根本不够 三门语言来回切换 是最容易把自己给换蒙的 勤奋金钱肉 你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你可以打一下 有了人才有了 IT这件事不懂是吗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这里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 说语言的产生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第一次革命啊 那第一次革命的描述 人家说的是什么 是从元到人的一个标志 那也就证明人什么时候被称之为叫做人了 就是因为人会说语言了 他才被称之为叫做人 对吧 所以人的这个概念是跟语言 它的产生同时发生的 那我们就说 如果有了人这样的一个物种存在 才有了这个信息技术 也就是说有了人才有了语言 而有了语言 这不就相当于是第一次信息技术的革命吗 所以才有了信息技术这个概念 他们才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你就记着 人和语言 他们是相当于有了语言才有人的 所以才有了第一个信息技术 这回能理解吗 理解了哈 对 06 信息一直都有 有了人才有了信息技术 这种说法是对的 如果简答题是不是可以不用说 我前面讲课的时候说过呀 就是比如说类似于这样的简答题 我再说一下原则啊 这个原则就是人家问的是五次革命 你答你肯定是不是就要答五条 我们原来告诉大家十分的题 你答二到三条基本上就已经能拿满分了 但这道题让你答五条 五条是不是就相对于说已经很多了 那如果五条很多 其实后面的这个说明就不用写了 就把前面的这个语文印尼记给人家写好就行 原则就是条目多的就不用写说明 条目少的你怕字少的 你再写个说明 了解了哈 同学们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咱们今天就到这了 行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啊 如果有疑问的 明天可以提前二十分钟来 我基本上提前二十分钟就到了 咱们再给大家答应 好了 那各位同学拜拜 晚安 祝教老师您也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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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